十一、甘肅日報 招揚產業舞龍頭景太原加快特色旅遊產業發展 2015年7月27日甘肅綜合新聞04 李寶榮本部記者李寶榮通訊員 韓繼勤王雅琴龍灣石林與王河曲樓雙半雙衣 獸綠綠島如榮泰古城搖廂呼應 大莫郭碧與古長城為指交雙輝影 峽谷 森林 綠洲 郭碧 古堡 石佛 風水 構成了獨特的自然旅遊景觀 史德夏日的郭碧綠洲景太原迎來了有一輪旅遊旺季 近年來 景太原深入推進文化與旅遊深度融合發展 著力打造甘肅旅遊經濟高地 西部旅遊發展熱點地區 立足資源優勢 突出地方特色 推進旅遊產業健康快速發展 2011年至2013年全員共接待國內外遊客551.68萬人次 實現旅遊綜合收入20.68億元 年均增長在20%以上 2014年全年接待遊客132.97萬人次 實現旅遊綜合收入7.77億元 景太原豐富其特的自然景觀 和由久深厚的文化低韻 為加快發展旅遊產業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資源保障 景太原境內有國家地質公園4A級旅遊景區黃河石林 國家森林公園3A級旅遊景區秀陸山 省級影視拍攝機地大敦王影視城 中華之最景太村黃河電力提官工程 有國家重點民物保護單位永太古城 建於北魏時期的五佛原至石窟 絲綢之路北線重要道口索橋古道 有西路軍戰役為止 紅軍歷史墓 景點工程紀念園等23個自然旅遊資源點 59個人民旅遊資源點 景太原意托旅遊資源優勢 緊緊圍繞培育觀光道家 文化悠閒 西部影城三大品牌 組織實施旅遊意願旅遊體速 及旅遊影視文化產業發展計劃等 加快發展旅遊業的政策措施 使旅遊招揚產業保持了健康快速發展的勢頭 與此同時 景太原深入實施項目帶動戰略 不斷加大旅遊基礎設施投入 著力提升綜合服務能力和水平 先後破足景區公路 旅遊報道 停車場 修建遊客服務中心 旅遊廁所等 改曠建景區供電線路 景區實現通訊全覆蓋 同時創建三星級旅遊飯店 著力發展旅遊商品紀念品生產企業 農家樂等 全員旅遊從業人員達到五千多人 遊客接待服務能力不斷增強 為打造魅力景太良好形象 景太原積極利用參展促銷 網絡報刊 電視廣告 影視劇拍攝 旅遊節會等 渠道 對旅遊資源進行廣泛宣傳 以基本形成穩固的金 清 寧客源市場 並逐步向國內外市場拓展 近年來 累計組織參加舉辦旅遊推介活動一百多場次 去年成功舉辦黃河石林山地露營大會 二千零一十四產音樂加年華等活動 湖南衛視爸爸去乃伊蘭木也在黃河石林取景拍攝 通過一系列宣傳營銷 景太旅遊之名到和影響力逐年提升 景太原獲中國最具魅力文化旅遊名原稱號 龍灣村獲中國十大最美鄉村稱號 條山農莊被農業報 國家旅遊局認定為 全國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示範點 條山農莊梨花景觀成為全國十項梨花景觀之一 黃河石林是景太面向國內外的一張名片 景太原依托黃河石林 大力發展源黃旅遊線路 以黃河石林 索橋古道 五佛原志 黑山峽等自然景觀為依托點 打造一條以黃河為主線的黃河文化旅遊線路 並發展黃河文化旅遊 打造黃河文化旅遊產業園 景太原還致力於旅遊影視文化畫骨語開發 圓內擁有大敦煌影視城 黃河石林原崖絕壁 永泰冰城等獨特的影視拍攝外景 吸引了國內外影視劇組拍攝選景 其中 大敦煌影視城建有仿敦煌莫高佛碧畫、雕塑、仿古建築名稱一條街 洞窟、仁宮湖等建築、鄂金 這裏以拍攝了神話說花哪個飄大敦煌等五十多部影視劇 景太原將以大敦煌影視城衛中心、打黃河石林景區 大敦煌影視城和永泰古城有機結合起來 打造景太中部3.1線西部影視基地黃眉電影拍攝基地 3.1線西部影視現海龍 3.454.1線西部影響 7.7308.7304.1線西部影響 4.810704.2線西部影響